闸门打开 第一场正式开跑 出闸以后呢 稍微的没有什么前逐的 就包括了 仙金王 以及外侧的是 礼拜三 在外侧的位置就是周末宁静 已经去到第四第五碟了 后面呢 位置黄金材子 拼命在下边呢 电尾的马匹是仙金王 现在邻家号角 在前面呢 是一马当仙的 内侧的位置呢 现在有去追他 脚呢 在走中路啊 试图摆 后面呢 一群马 已经是几座一团 但是没有一匹马 能够近身的 看到邻家号角 这一场赛事将会 以大热的姿态 赢马 势顺利利的通过终点 好 后面接近的马匹呢 赶上来的是 有周末宁静 以及黄金之路 在内侧的位置 还有黄金冲刺 再来呢 就是礼拜三 猎鹰五月 跟住高速公路 使一太保为快 金光璀璨 黄金材子 以及现金王 无惊无险的 这场赛事 虽然呢 它中间呢 一度是跟 那个 黄金冲刺呢 是有一番的 这个纠缠的 但是到了 直路上面以后呢 它今天 居然选择走中线的 它没有去贴着栏杆走了 它把里面的路 让出来给黄金冲刺 让它去赶 去追 但是真的 今天这场赛事呢 让我们又一次 看到了这个 林家号角 前领的这个威力 是本来是 就跟在第二碟这样子的 进入直升300公尺呢 然后打右边 然后斜外跑去 让个胃给那个黄金冲刺 黄金冲刺到最后没办法坚持 把那个吉利马在后面 比如说那个 一直留在第五碟最后面的 周末宁静 周末宁静 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在哪里 最外侧 它最后跑上来 有第二的考向 它在早段的时候 好像跟了一段 然后转捷又慢下来 然后第四第五碟转弯 你 骑到这样 我都 我都服你了 真的 一下子快 一下子慢 在先生 真的不搞笑什么鬼 还有一笔最糟糕的 就是三号黄金材质 一粗杂就站在那马岸上面 坐着 坐着出来 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拍跑了 就是了 然后 一下子在后面 一下子吹 一下子慢 这个马比都不知道 怎么搞 结果呢 四五碟转弯 最后吹 都已经没力了 他才一直在吹 下转弯